字幕提供 在還沒有到宜蘭前 最後就有兩次緊急煞車 然後電力那時候就有點不穩 突然蹦一身 然後整台車就壓過去 然後我們的人就被壓在最下面 就在裡面這樣痛苦的工作 斷來撞去 從開始道歉 可以打擾我們感覺上 像一樣的一條文件 所以交由上帝 書庫的掌握 而卻 不能講話是在身體上 當時的時速是絕對超過80 甚至不排除大小 目前就機震跟機械看起來 機械的部分 顯然 有瑕疵 或者是不正常的部分 機械是很小